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喜歡跳水? 十二歲的時候見到那晶晶跳水 覺得很漂亮就喜歡了 之後我就跟妹妹一起加入澳門跳水隊 一起訓練和參加比賽 其實跳水都挺辛苦的 日後就像其他學生一樣上學 晚上上學之後就要趕去泳池練習 而且每次都要練到很晚 接著到了星期六日 我們就要去廣州集訓 夏天跳水當然舒服 但是到了冬天 每次走回上水 走回法板道的時候 簡直就是另一行挑戰 雖然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我得到的更加多 例如得到很多代表澳門出國比賽的機會 很多見識世界的機會 是2010年更加拿到廣州亞運會的 女子三米版單人銅牌 為澳門爭光 我的願望就是可以一直跳水 將來做不到運動員 都會做教練 或者從事其他有關跳水的工作 雖然我覺得現在自己有點老了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跳水的 我是不會放棄跳水這個運動 我會堅持下去 夢想? 就當然是世界冠軍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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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f sustainable 你 感谢观看